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得到这些查核的回应 查核的讯息 反而更容易看到的是那些错误的讯息 进而把这些讯息散播出去 如果没有人做过 那我们就应该成为那个第一个开始做的人 军与威林市政府有一个很好的扣告诉我们说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 而没有人是万能的 如果没有人做过 那我们就优先来做 整个专案其实从最一开始初始的版本跟最后 其实还是会经过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专案 其实就在于一开始的起心动念 我们当时做了几个规划 举例来说 我们一样使用了HackMD 使用了Google Drive Google Doc 透过一些资料的整理 然后跟大家说 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 并且指定说 好那我们会去军业变临市政府提案 并且希望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此呢 也要先整理出来 你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背景的工程师 举例来说 我可能需要找能够上网Google 或者是快速解读文章 或者是可能医疗背景 然后对于这些错误讯息 有研究的朋友 指定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份资料提供出来 那此外 自己还要在之后再多做一点努力 我们在提案之前 就已经开始写程式 当时写的是一个 可以让Line的讯息 直接跟Google连动的一个程式 当时第一版本的程式 第一天就发现 这样事情是不行的 因为更容易看到的会是 直接把错误讯息送给聊天机器人 反而会纠线看到很多错误的讯息 主要原因是因为 错误的讯息 可能也会透过SEO的方式 所以在查核的时候 他们更容易优先被看到 那俗话说三人成虎 十个内容农场 他们都用一则错误的讯息 其实让使用者更不知道 这个讯息是正确的 或者是错误的 那因为这条路走不通了 所以当时又立刻决定说 那我们应该要写一个自己的资料库 回到协作系统 大家刚开始都会觉得说 那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做 一样的我们找了一个线上的协作资料库 叫做AirTable 做的事情也很简单 建立好分类 正确讯息错误讯息 然后理由提供出处 那这也就是第一个版本的聊天机器人 这个时候聊天机器人 其实已经可以回话了 举例来说 如果说你有糖尿病 那你就把地瓜叶打成只 加上牛奶之后 每天早上服下 这是一个错误讯息 但这个错误讯息的查核回应 过去却被掩藏在深深的角落里面 我们找到了这个查核回应之后 一样的放上AirTable 那这之后 使用者或者是我的朋友 他们如果问聊天机器人 地瓜叶加牛奶的讯息 他们就会得到 这是一则错误讯息 这件事情对于 治疗你的糖尿病是没有帮助的 完成了这个第一版之后 随着时间过去 那可能使用的朋友变多了 这个免费的资料库就爆了 既然爆炸之后 所以我们就做了 虽然是这个专案的第三个版本 就必须要自己写成是建立资料库 使用Jason的语言 架了一个很基础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面 你就可以自己设定 我们当时选择了四个不同的分类 不在查证范围 表示这件事情 跟事实查核是没有关系 含有政策讯息 含有错误讯息 与含有个人意见 那这三种不同的分类 也帮助我们去 分类所有错误的讯息 正确的讯息 跟那一些 跟正确错误没有关系 没有基于事实 而是基于个人的评论 所提出来的意见 之所以设定含有个人意见 是因为我们相信 很多时候 一则讯息之所以被散布 并不只是单纯的对错 而是因为它增进了沟通 并且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个人的看法 而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民众在做的事情 是走出同温层 走出自己的同温泡泡 我们会告诉他说 这个讯息含有个人意见 并且提供另外一则个人意见 来提供他回应 所以时间过去 大家这些讯息累积的量 就变得更多了 因此当数量变多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整理AI模型 在AI模型之下 我们让AI可以去 协助这些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讯息进行分类 透过第一步 简单的分类 我们可以知道说 讯息跟政治有关 跟国际相关 跟疫情相关 跟食品安全相关 跟莱克多巴胺相关 等等 那这些讯息的第一层分类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 并且让这些讯息获得查核 同时也能够提升 错误讯息的效率 而这些过程都来自于 我们认为说 因为过去都没有人做过 真的假的 希望可以做第一个来 协助这些过程产出的人 而这些成果也会因为 开源开放原始码的关系 让更多人可以同时得到帮助 回到错误讯息的澄清 我们能做的有几个 就是找出争议点 算是回应 然后像刚刚提到的 选择分类 最后附上输出 后面三个比较简单 第一个要做的 这回是续细的去解读 一则讯息的内文 讯息的内容 讯息提到了哪些 举例来说 有没有权威的人士 他是不是假冒了 某个医师的名会 他是不是假冒了 某个名人 他是不是提出了 某个特殊的报告 比如说FDA的报告 去讲说 辉瑞产生的副作用 提到了某某医师 某某名人 他们提出的见解 但他们是不是 真的是医师 自然医学医师 或者是某个中药博士 某个在中药行的朋友 某个密医 找出真一点 找出有可能 有错误的地方 然后找出 那一则讯息的情绪 做过情绪 我们去理解 如何回应这样的情绪 好好的撰写回应 提供理由 然后最后选择分类 告诉他说 我认为这个讯息 是顺确讯息 是错误讯息 或者是他其实 含有个人的意见 个人的评论 或者是指示 该名人士 他可能觉得 我这样子有用 我染疫之后 我可能服用了柠檬水 结果就好了 但这件事情 却是非常个人的 医疗治疗的症状模式 它并不是一个 能够被科学验证 能够被重复利用 重复使用的一个 正确的疗方 讯息的查处方向 举例来说 可能最近因为 COVID-19的关系 疫情的谣言会很多 同时因为 疫苗的技术也相对新 疫苗的阴谋论也很多 什么叫做疫苗的阴谋论呢 声称说 疫苗会伤害你的身体 声称说 疫苗是为了某个 特殊大型疫苗公司的利益 或者是疫苗是 某个国家的资产 施打了疫苗 你可能会被这个国家控制 你的基因可能会改变 你可能会生下 长得跟你不像的小孩 如此之类的错误信息 会让一般的使用者 或者是让一般的民众觉得 疫苗可能很危险 如果疫苗很危险 那我们又能够帮助自己 防疫的方式 可能是拒绝施打疫苗 那此外呢 从过去到现在 其实有非常多的 养生保健偏方 比如说癌症好了 癌症作为一种 在身体里面 可能会发展的细胞 生长的细胞 你可能没有发现到 如何抵御癌症 或者是声称说 我们可能食用了某些食品 或者是某些特殊的药物 可以让癌细胞 或者是让肿瘤 慢慢的变小 变不见等等 错误的养生保健偏方 其实也会影响 一般民众 对于疾病的防护能力 实际上是 有了疾病的状况 应该能够尽早的 而不是透过一些错误的方式 去抵御这些 明确对身体有伤害的疾病 此外还有对新闻的错误解释 同样一则事实 我们都会知道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电视台 像他们会有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政治立场 不同看事情的观点 不同知识的国家 而这一些对新闻的错误解释 其实也会一方面的 去影响阅听者 他们怎么样去解读一则讯息 而这个时候 看清楚这些新闻 看清楚这些标题 和他们的内容 或者是去提出解读 告诉大家说 哪一段文字 是在吸引阅听者注意 哪一段文字 是在透过夸张的手法 去影响你的认知 这几个步骤 就会对于事实查核者来说 非常的重要 此外还有政治跟国际情势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可能会很容易 跟政治结合在一起 因为很多进口的疫苗 很多进口的药品 很多进口的药物 此外还有像是战争 举例来说 而2022年的现在 可能就是有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战争 有一些错误的讯息 举例来说 声称说美国在乌克兰 准备了很多的生化实验室 并且改造了他们的基因 甚至去囚禁了很多 乌克兰的小朋友 要进行人体实验 而俄罗斯呢 进入乌克兰 是为了解放这些孩童 让他们可以获得自由 或者是俄罗斯是想要帮助乌克兰 去破解这些生化实验室 因为生化实验室 可能是要来对付俄罗斯的 那此外的错误讯息 此外的阴谋论 一样是把国际情势 跟政治的角度 政治的立场 去夸大渲染 并且影响民众的看法 他们不只是只用俄文 只用就是克里提克斯文字 他们也用华语 也用各种不同的语言 去影响台湾的阅听者 台湾的阅听者 一样可以看到很多 像是正体中文 简体中文 然后去讲述这些 生化实验室 或者是人体实验 或者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些 比较情感的究竟 最近一直有很热门的文章是说 台湾人应该要对普丁道歉 因为当时在九二一战争的时候 普丁是最快派人来台湾进行救助的 那以此去影响大家对于特定政治人物的观感 对于特定国家的想法 这一些都会去很直接的影响到一般的民众 而这些也都会是这些查核者需要进行查核的方向 我们来谈谈内容农场好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很多的错误讯息会反而比正确讯息优先被看到 而我们当时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件事情 内容农场他们顾名思义他们本身是不采内容 他们去偷别人的内容 你可以想象你在学校的时候会去偷抄作业的朋友 他们可能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则 跟自己读出新的相关的书名 他们就把整篇文章复制下来 并且列印出来交给老师 或者是你的朋友他根本不想自己写作业 他抄了你的作业之后 连错的也一起抄了 然后一样把这个作业交给老师 内容农场 他们不太在乎讯息是对的还是错的 就像是超颖作业的朋友一样 你如果对了他也很开心 你如果错了其实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内容农场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内容越多越好 而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如果是政治 好那可能来自于特定国家或政党的挹注资金 那这样的情况下 有没有广告没有很重要 那有另外一种情况是 他可能为了经济的效果 他在内容农场里面设置了很多不同的广告栏位 同样一则文章 他可以换至少五个以上的标题 那他的作者是找不到的 他的作者可能是虚构的名字 由于内容农场本身并不会有专门的作家或者是写手 所以他们会透过到处复制文章的方式 他可以到处偷窃别人的文章 剽窃其他人的文章 把这些文章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连接了广告 而这些广告栏位可以为他们带来非常庞大的收益 内容农场也叫做内容聚合网站 他就是把所有的内容聚集在他的网站之内 并且透过这一些民众会有兴趣的文章 去创造他们最大的利益 这是文章千奇百怪 外星人 政治 明星 偶像 命理 算命占卜 家庭关系 婚姻关系 还有很像类戏剧会出现的各种家庭的样貌 或者是大家分享的小故事也好 所有的内容无所不包 这都是内容农场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主要的原因是 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去吸引你的目光 至于内容是什么 因为不是他自己的产出 他并没有那么庞大的成本压力 也并不需要去担忧说讯息来自何方 实际上内容农场也会有正确讯息 很多内容农场甚至开始做事实查 怎么样做呢 他们会在错误讯息发出的时候 把错误讯息放在内容农场上面 而后有查证讯息的时候 他们再放一次查证讯息在他们内容农场上面 再放第三次 他们会把错误讯息跟查证的结果 一样再写成一篇新的文章 出诊写有点不太对 他们会把它复制剪贴成一篇新的文章 一样放在内容农场上面 朋友一则讯息 内容农场已经发了三篇文章 而这三篇文章都一样为他们带来了 就是数百万的收益 最恐怖的是 其实很多的内容农场 他们卫装成新闻的样子 他们会说自己是某某头条 某某日报 雪花日报 每日头条等等 那可是这些只有名字跟报纸有关 只有名字 像是新闻的网站 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新闻网站 而实际上我们的父母会误以为 这是内容农场 可能是真正的新闻报道 这个时候就需要试试查课者在旁边拉他一把 告诉他说来自于这个网站的出处 其实是不可靠 或者是其实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内容网站 此外呢 那在很多正式的新闻 其实也会发生另外一件比较可惜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 他们从小受的训练 其实是非常扎实的 他们觉得可以非常简洁的在十个字之内 告诉你整篇可能五百字 可能一千字的文章的主旨跟内容 但可惜的是呢 整个媒体的环境改变了 过去我们还要订报纸 你可能需要付费才可以取得这些好的新闻内容 或者是广告商愿意 他们租广告的栏尾 去支撑好的新闻内容的时代 跟现在已经变得很不一样 随着科技的进步 媒体的门槛逐震降低 而很多情况下呢 大型的入口网站 或者是大型的科技平台 他们其实占用了所有的流量目光 而这个时候 反而是媒体 他们可能需要无偿的在 这些大型的平台上面 放他们的文章 才有办法让一般的民众 接触到这些真正的新闻 而另外一件可惜的事情就是啊 如果说网路媒体 或者是这些新闻的收益 一样来自于你文章的点击数 那作为一位记者 作为一位专业的媒体式的新闻从业人员 他们做的另外一件选择 就会是 必须要把一般的民众 导引到必须点入文章之后 才可以看到内容 否则他们不能够得到 文章的内容的方式 才可以确保他们获得最高的点击量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这些媒体这些新闻网站 他们就会去试图撰写 耸动的标题 或者是不明确的标题 试图把文章的内容 试图把文章的重点藏起来 举例来说 气象预报 从这一天起 霸王极寒流 明明就可以说 从12月26号起 他一定要说从这一天起 因为12月26号 其实是隐藏在文章里面的内容 为了不让你只看了标题 就决定不点入文章 我必须要把文章的重点藏在内容里面 而让标题吸引你一点 真是太可怕了 真是太恐怖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敢 类似比较大型 带有情绪化的标题 其实都能够去激发民众 想要点开的情绪 十大排行 五大排行 五大最惊人 五大最美丽 这些都会是希望 可以透过删情的方式 然后让民众想要点开 而实际上 这些新闻的编写手法 也会让民众去失去 看待新闻的一些 媒体试图的基础和能力 举例来说 我们要能够知道 个人的意见 个人的评论 跟事实并不一样 而有时候情况 比如说你被采访 你采访之后 如果你打出来的内容 其实应该是来自于 你个人的评论 它并不等于实际的事实 很多时候 民众会误会 某位名人 某位知名的人士 他对事情做的评论 等于整件事情的事实 但很多时候 这件事情来自于 他个人的看法 由于这几种状况 所以事实查核的朋友们 他们就需要去协助 整理出资讯 并且提供有效的查证 去找出说 这些文章的内容 到底重点在哪里 并且要能够主动的 去点出标题的谬误 或者是文章资料的内容 包括大家说 这个标题这样子写 太惊恐了 太恐怖了 可能来自于 新闻赚钱时候的手法 但并不等于实际的事实 最近有一则讯息说 Moderna的执行长 他们销毁了 三千多万剂的疫苗 那是因为 他们不想要疫苗 因为疫苗不好 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解释 真正的事实 来自于说 他当时 是在一个经济的论坛上面 提到说 因为富有的国家 可能都打过了 而实际上 疫苗的需求 其实并不均 当然还是很多人 没有施打 但实际上是很多 很多人已经打过了 他们可能并不想要去 施打这些疫苗 那导致说 这些疫苗又会放到过去 所以必须销毁 那是不是因为疫苗不好 所以才要销毁 两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 但错误的讯息 却可以结合这两件事 去暗示说 疫苗被销毁了 因为没有人想要 为什么没有人想要 因为疫苗对身体不好 同样的疫苗的阴谋论 再次让一般的民众 对于施打疫苗 产生恐惧感 而这件事情 以公位的角度 一样是错误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内容农场 跟所有的新闻标题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去解读说 某一个讯息 应不应该要被查证 我们要第一步的去过滤文章 去确认说 它没有争议点 文章需要查证 就是因为它有争议点 如果这些讯息 并不是需要被查证的资料 那么我们就会 一样把它筛选出来 告诉其他的朋友 这件事情不在查证范围 而在整个真的假的 写作过程当中 这件事情 也可以列在 在个人的记录上面 我们一样帮助其他的 志工确认说 这则讯息是不需要查证的 再来我们来开谈阴谋论 什么叫做阴谋论呢 阴谋论的存在 其实就是极大可能的 去进行资讯 操弄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一样是 透过一则错误的讯息 去操弄民众的认知 操弄民众的感情 在第二堂课的最后 我们提供了一个作业 希望各位来完成 能做的事情 就会是找到一则阴谋论 你去想清楚背后 它的存在的事实有哪些 事实有很多种 取义来说 现在的总统是谁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是谁 现在大家遇到这件事情的政策 取义来说施打疫苗 取义来说购买快筛计 找出事实 找出讯息里面错误的连结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类似的阴谋论 自己编一个也可以 你可以透过创造阴谋论 去理解说阴谋论 是怎么样被创造出来 怎么样去操弄民众之间的感情 跟想象 整件事情不容易澄清 然后有一个背后的动机 并且达到最后的效果 通常是一个坏的效果 而看到的人是无知的 是善良的 有一个神秘的错误的阴谋 是我们这些一般人 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可能被欺骗了 找出一则阴谋论 并且针对这则阴谋论 提供一些可用的出处 举例来说 新闻媒体 不要是内容农场 危机百科 官方公开的资料 开放资料 既有的查证报告 或者是你可以亲自打电话 或者是联络采访 是完成一篇 很有阴谋论的报告 那第二堂课就这么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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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